2009年听障奥运在台北举行听奥风光落幕之后 当时特别在小巨蛋里打造的听奥纪念馆 遭到市议员批评根本就是文子馆 因为呢半年下来平均一天只有20多人来参观 摆设所有听障奥运纪念品 还有当时开闭幕的珍贵影片 这里是听障奥运纪念馆 在听障奥运风光结束之后 台北市政府花了230万盖了这间纪念馆 一年也要花200万的营运费 但却被台北市议员批评为文子馆 后续到这两个月 每个月不到500人 换算过来 开馆到现在每天平均参观只有22个人 听障奥运纪念馆就在台北小巨蛋里面 不过里里外外都没有告示牌 而且开馆时间平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半 周末开演唱会或是晚上有活动 人潮最多的时候都没开 面对议员批评台北市体育处承诺 一个月内紧速改善 强调要延续厅奥运精神的 廷奥纪念馆利益良善 不过花了大钱却没有人参观 非常可惜 除了要求市政府要改善 议员也质疑 郝市长现在也说要开花博纪念园区 会不会用虎头蛇尾让人质疑 记者许跟思绪证据台北报导